来看一下,第五次上课大概就是把404 那个数字反转 数字反转就是比如说98765 我要把它反过来变556789 那反转的方法当然我们至少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说我可以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的取出来 先取最后一个字,先把5取出来 放在第一个位置 再放6 再放7 再放8 放9 反转,那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求余数百分比 再加上除除 百分比就是抓最后一个字 除除就是去掉最后一个字 那反复反复可以跑一个换回圈 那直到除除完了变零了 最后零了之后呢就跳零 那最后输出 当然也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两个方法其实都可以 另外的话呢刚好有同学问到用了那个 那个refer 这个refer其实也蛮长 我印象中好其他的语言好像有类似可以把字串refer 但是在Python里面看起来他只能够针对串列 List 来用 所以我们怎么样 就要先把那个 那些几个字先切 放在 转换成List 转换成串列 然后呢再用他的List里面的refer方法 把它转换 然后但是你又不能直接输出啊输出就是List 你要再把List再转回 成为 智串 不过相对的感觉更麻烦 所以我们有提了三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 回去可以自己想想看 尽量也是 如果不参考答案你自己可以打出来 那真的你就学会了 OK 其实程式没别的诀窍了 我觉得 就是要实做 会不会 上机测验就OK 所以其实现在还蛮多公司你去应征工作的时候 他第一个你去的时候先给你几道题目 你先 测验你又不OK OK之后 才会到下一阶段的面词 OK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能够有下一个机会的话 很简单 你把这做熟 他给你的题目 大概也差不多就类似像这种题目 因为其实一般软体公司 最喜欢考就回圈 就逻辑判断 就变数 不然 还能考大概就这些东西 尤其是回圈 如果你回圈会的话 我想你其他应该也会熟了 就怕你那个什么 后回圈坏回圈都 还会 但是 不太熟 OK 而且其他语言也都会有这些东西 VBA也有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两边都可以互转 你这边写得出来 VBA也全部写得出来 绝对没有问题 两边是互通的 OK 所以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把两边东西再 再互相演练一下 那你两边都熟 不管你现在用哪一个平台 那当然结床 因为如果你在Excel里面的话 你干脆直接写VBA就好了 因为你写Python 不见得占到便宜 你用里面的基本方法要存取Excel 还真的有点麻烦 你可能要另外额外用其他的外挂 其他的套件 才有办法去办到 像可能你还 至少你还要学会一个什么 蛮常用的叫Pandas Pandas的一个模组 Pandas Pandas里面那个模组很简单 它可以直接读Excel 也可以写出Excel OK 那你可以用Python去处理Excel的档案 这不会 因为其实现在 职场上面很习惯就是会用Excel当成交换资料的一种档案形态 OK 应该没问题吧 我想每台电脑几乎都Excel 哪一台电脑没有 对不对 或者是说用CSV CSV因为Excel可以开 OK 当然现在业界很想要就是 把Excel 踢掉 因为Excel要钱 可是问题是就是踢不掉 因为他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关Excel的话 那你的员工就没办法工作了 因为他只会Excel 那你给他一个很像Excel的 比如说那个Libar Office里面有那个什么chip 什么东西的有没有类似 但是他就是用的不习惯 他就会跟你argue说 那个我最后那个地方不会用 那又不生其劳 变成说你可能要更多的时间去教育训练或怎么样 那教育训练可能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 干脆花点小钱吧 就买个Excel就一劳永逸了 不过 这种东西其实还也许 慢慢会不会改变不知道 不过目前 整个产业会希望说能不能再节省 那个软体的成本 这个问题上面 OK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用我们406的BMI 这其实之前也有错过类似的 OK 输入体重输入身高 然后计算BMI 看看他的逻辑判断是不是 在标准的 或过轻过重 或者是肥胖等等 好像有四种吧 然后另一样的话呢 就是那个 奇数偶数 到底有几个 一个就抗着一个 抗着一个 那这个方法当然 也没有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你要怎么判断是不是 偶数了 我们先用百分比 OK percent 然后 2 等于等于0 就是能不能被2整出 如果能整出 那就是偶数 反之else 那就是奇数 那我可以在底下增加一个那个变数 就是 加 有没有 那个加1 有没有 那个加 那个变数都帮我加1 那个变数帮我加1 那total数量呢 总共10个 OK那我们就知道 几个奇数 几个偶数 OK 那这个 这一题我想 也是 在上次我们讲 然后 410 410是 等腰三角形 这一题 有点延伸 我们本来是直角三角形 变成等腰三角形 那至于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 还好啦 等于是 多一点点的变化 那再来就是 第五类了 这个第五类呢 就是 主要就是要写出 那个 制定函数 前面要加一个 Def 制定函数 它也叫函数 其实函数 函数 是一样的 只是解释 这个翻译的名称不同 然后还有 几四方计算 然后一元二次 最大供应数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那个 废四数列 所以今天的话 请各位 先思考一下那个 我们的第 510 第10题 那510题的话 其实 第5类我看 目录里面 它主要就是教会我们什么 它这边有写 就是 这个 韩式使用 然后如何传递参数 如何 传回 就return 然后 使用内建的韩式 然后区域变数跟权域变数 这也是我讲的 如果你在人家家里的变数 就是在里面可以用 外面不能用 除非你用什么 用这个所有的传回 return才可以 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那个 DF 里面的变数 我直接抓就可以 不行 那人家家的东西 就像说那个钱在人家口袋里面 你说我要拿你的钱 那当然你就犯法了 一定是他主动交出来 return就有点这样 他交出来给你的 那它 是合法的 但如果不是 你手伸进他口袋 把东西 把他的钱拿走 那就不合法了 对 城市也一样 有点类似同样 相似的概念 那所谓的区域变数 意思就是说 他口袋里面的钱 那区域变数呢 他把口袋的钱拿出来给大家用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有钱人吧 像那个之前不是 也是吧 他说以后那个六岁以下我来养 放心 好 不重要 那我们不讨论 只是觉得 好 我看一下 再看 好 看一下 我没 没评论 OK 我们不要引起 我们上个 评论政治 OK 好 好 好 反正如果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当然就OK 反正这东西没有人嫌弃说 只是说那个背后你要怎么做 那个钱怎么来 不要说今天你说是他出钱 结果最后反而最好是大家出钱 那当然就不OK了 所以这种诚信问题 诚信问题 因为其实我还蛮佩服一个人 就像张忠谋好了 因为现在台湾大概 如果没有台积电 我看台湾大概会少得非常非常 GDP可能贡献度至少三分之一 这样没问题 所以是 那他其实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他最重要的 这个信念 就两个字 就是诚信 诚信问题 一个人诚信 没有诚信这个人其实还剩下什么 对 所以什么事情就是要诚信 就是你做了什么 你讲了什么 你都要诚信 诚这个就是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说这个话 你不能说嘴巴讲的跟心里讲的是不一样的 那就有问题 那你讲的要做到 对不对 这很简单 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是很 就我佩服这个人 而且他平常也是处事都非常低调 而且平常通勤都是坐火车 有没有 常常就那个 什么 平息现在哪个线我忘记了 对 就自己坐驱间车 就坐在那边 一个老爷爷 然后很吃香喝爱的 很难想象 这样的人真的是很不得了 这么有钱 但其实还是过这么低调的生活 这么樸实的生活 OK 所以一个人真的是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 不是说今天炫耀他的财富 或怎么样 当然就OK 不过就每个人的那个品 所以那个品格 你到哪一种 他有很多东西 但他却还是这么低调 所以他有东西 但是他就是高调 完全是不同的Style OK 好 再讲 这不是我要上课的重点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目录里面 他有第六类到第九类 就是进阶的 OK 那当然我很高兴 我建议就是至少好像有大概差不多快十个同学愿意去挑战到第九位 不过真的是不容易 我坦白讲 如果你要能够考过 那真的也要下苦功 不然的话你要通过 我想也不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通过的话 当然我也非常非常开心 替你开心 而且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要得到什么回报 因为其实我觉得做一些事情就是不求回报是最开心的 所以你才跟我太太闲调 脑袋里面常常想到一些话 可能以前读的书里面有告诉我一些事情 像什么 有一个叫戒指推的人 戒指推 好 OK 对对对对 因为他帮了那个进公子从而回锅 而且他割肉给他吃 他已经饿婚了 在流亡的时候 没东西吃 然后他割肉 煮肉 他说这个肉好鲜 可是这附近怎么会有肉呢 他一看他这边居然是流血的 对 然后就非常感动 说回去一定要赏赐他 结果他不要 他说我做这事 我应该分内做的 你不需要给我任何额外的奖励 然后他就跟他妈妈逃到山上 就他为了要把他找下来 居然放火去烧 就把他烧死了 OK 所以这个 死也 死也 因为他坚持 OK 就像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 国一书旗也是一样 这两个 大家都赞成 只有他反对 他就是 反正他该讲就要讲 反对就反对 所以像我该讲就要讲 我不能说我因为要相悦 我就什么事都不讲 没考不考 没有关系 反正日子过得开心快乐就好了 也对嘛 对不对 反正日子轻轻松松过 小确信一下 那问题你要想到长远的未来 对不对 我们也 当然 谁不想小确信 谁不想轻松自在 对不对 但是其实还是要 路还是很长远 还是要看 OK 都不多说了 那这些 第六到九类 其实真的还有点难度 但是我们剩下的时间 就是今天 明天跟下个礼拜 所以也许我们 也许时间如果不多 我们就是 跳着讲 或者是怎么样 OK 然后今天的话 会把那个 第五一零这一题 第五类的 那这一题其实 他题目看起来还蛮吓人 叫什么 肺势数列 那这个肺势数列是什么 你可以Google一下 其实就是有一个数学家 很厉害 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比如说 他要计算什么 他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例子 说 我今天 养了兔子 一对兔子 比如说 我预计 我大概下个月 要买进一对兔子 然后这个兔子的话 要两个月之后 他就可以再生一对兔子 一定要是两个月之后 因为兔子还蛮快的 不像我们一定要到什么 十几岁 成年大概要十八岁 才能够结婚 他两个月就可以结婚生小孩 两个月之后就又生一对了 然后两对了之后 又可以再两个月之后 又可以再生另外两对 所以一定要跳 跳的中间一定要跳两个月之后 那实际上 那这个要怎么算出来 我预估说 如果我一个月 我这个月还没有 我下一个月要买一对 然后要几个月之后 我的兔子数量会超过三百只 假设如果有这种预想的话 那我其实就可以利用废斯数量来算 不过前提 当然我们不管说 那个兔子会不会有什么疾病问题 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我们都可以用这来算 当然不是只有兔子 以后你要想说你养猪养鸡 养鸭养什么东西 或者是种什么菜什么菜 都可以 你可以用类似废斯数量 预估一下 就是你的产量 对 那将来才不会过剩 产量过剩的问题 OK 那其实这样会相对比较科学 所以其实有时候用量化 相对的你也比较不会说 就是说 好像有时候就是会常常像什么 菜饭 常常就是有利可足 因为你过剩 所以我给你很少钱 你赚不到钱 的这种问题 我再预估一下 所以用废斯数列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而这个是13世纪的时候的 这个算数学家 哲学家 OK 以前的哲学家 其实是要解决人的相关的问题 OK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 废斯数列这个 那我要怎么写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输入10 我就要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你可以发现 它有个大概的规则性 怎么规则性呢 零就是我现在没有 我一个月之后 我满进了一对兔子 那我下一个月 我还是一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不能生小baby 但是两个月之后 我就变两对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一对 他已经可以生 又生一对出来了 但是有一对可以生 有一对不能生 下一个月 所以下一个月变成有一对可以生 有没有 所以变成三对 另外一对不能生 然后在下一个月的话 另外两对又可以生 所以有没有 两个两个 变五个 五个之后变八个 一直往前推进 那我要到多少 两个相加结果 有没有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个 废斯数列写出来 那该怎么做 OK 那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 先 也许先输出这两个东西 因为这固定的 零跟一是固定的 那后面的话呢 就串 串这几个 那这串这几个的话 就是把前两个的加总加起来 再串到后面去就好了 加起来串到后面 加起来串到后面 那最后就可以 也就是说 另外这边有个十 就是说 他应该跑几次的这个结果 OK 那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十的话 那他应该帮我什么 前两个已经不算 两个 应该从 也许我从第三个吧 一直到第十个 这个范围呢 让我再跑一遍就好 所以我们 for i in range 就可以有一个范围 也许如果你今天从三开始的话 有没有 一二三 那这个地方就 十减一 有没有 应该 十 应该十加 第三嘛 第四 第五 要十加一 因为我到十停下来 可是 range的话 逗点后面那个数字是 要怎么样 那个 就是停下来 在那个数字的前一个啦 所以我要 停下来到 11停下来 所以我要 必须把 把这个十 有没有 再把它加一 才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可以把 这个 废式数列给跑出来 如果当然我要跑到它当它是大概多少 到337 那我应该要几个月呢 你可以大概估算一下 画面先还准各位想一下 如果我要利用 废式数列 做出刚刚要的结果 应该怎么写 OK 首先的话 一样 input的一个词 然后我们就让它run一下